泰迪 所谓的泰迪即指泰迪熊士贵宾犬 它只是贵宾犬的一种毛发修剪形式 在实际情况中必须是能修剪成泰迪熊士 而且修剪成型后 看上去像熊仔玩具一样可爱的贵宾犬才能叫泰迪 贵宾犬根据体型大小被分为四类 最受欢迎的是体型较小的品种 迷你贵宾犬和玩具贵宾犬 形态特征 泰迪的眼睛很黑 微妥圆形 耳朵下垂紧贴头部 耳廓长且宽 耳毛较多 鼻子一般为棕色 口长直且纤细 唇部不下垂 颈部匀称 结实 凸显其高贵 背线为水平 只有在肩后有一个微小的凹下 胸部宽阔舒展 腰短而宽 结实 强壮 尾巴直 位置高 向上翘 多段尾 泰迪的脚比较小 肉垫厚实 脚趾短 毛色特征 它的皮毛分粗毛和软毛两种 毛色一般有巧克力色 棕色 红色 白色 咖啡色 杏色 黑色 全身为同一色的 则是比较好的 性格特征 个性好动 欢快 非常激进 聪明 喜欢外出 性格脾气好 适应力强 他们都很喜欢接近人 容易接受训练 是非常忠实的权种 较小的体型 使得他可以与孩子友好相处 也使得他更受人们的关注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